好 行政院在今天晚间宣布 明天将召开日本食品输入管制措施记者会 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承表示 目前全世界只剩下台湾跟中国 还在对福岛周边的食品全面禁止 所以政府会调整输入管制措施 也会为国人的食安把关 总罗府则是说 国人期待台湾走向世界 明天将由行政院做出完整的报告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先前就说 进口核灾食品国民党会反对到底 而民众党今天晚间则是发出了声明 提出社会沟通 源头管理 以及明白标示等三大诉求 同时民众党也强调 政府要兼顾国内业者 不会受到开放腐蚀的冲击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